你知道吗 奥运会开幕式上曾上演过烤乳鸽的闹剧 大家都知道 很多盛大的活动都会放飞鸽子来取一个和平祥和的号召头 可是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开幕式就因为放鸽子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只见奥运之火熊熊燃烧 而放飞的鸽子却飞蛾扑火般撞上火炬 将开幕式瞬间变成了肉香四溢的烤乳鸽现场 从那以后 开幕式就很少再放鸽子了 这样一来 我们不就失业了吗 说什么呢 命最重要好不好 后来 高分韩剧 请回答1988 还与其梦幻联动 试图营造我们很开着起玩笑的假象 可是这一切对鸽子而言 却是不堪回首的往事 本歌宣布永不踏进韩国半步 我是全书 一起落点 试试课